这也无限 你还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想待人就待人 你可还记得这里是谁家 主人是谁 我并没有带韩光君 去莲花屋的其他机密之地 我只是带他过来 上几株香而已 祭拜一下江叔叔和于夫人 我们现在就走 你确实应该好好跪跪他们 平白地到他们面前 污他们的眼睛 辱没他们的清静 江宗主 请注意言辞 我注意 我看是某人需要注意举止了 你早就被我们家扫地出门了 你有什么脸面 进来面对我的父母 面对我姐 叫我 乱斩 乱斩 我们走吧 要走就走得越远越好 别再让我看到你们这些 乱七八糟的人 出现在我的王亲面前 江城 你要骂就骂我 不要带上别人 我有必要对他好脸色吗 魏不羡 你忘性可真大 那我就来提醒提醒你吧 当初就是因为你逞英雄 救了你身边这位蓝二公子 整个莲花屋还有我爹娘都给你陪葬 这样还不够 连温室你都要救 拉上我姐姐陪葬 你真是好伟大 更伟大的是 你还如此宽宏大量 带着这两位前来莲花屋 让你的鬼将军 在我们家门前徘徊 让蓝二公子进来上香 存心给我 给他们找不痛快 蓝二公子 你也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了 堂堂姑苏蓝氏双臂 不顾蓝氏百年清明 竟然跟仪陵老祖 魏无羡同流合污 真是让你舒服 你哥哥脸上有光啊 姜婉姻 你给我马上道歉 道歉 为什么要道歉 为侮辱了你们这段 伟大的知己知情吗 你还有完没完 要打便打 怕你们两个吗 What are you